今日作为中餐厅的老朋友 七年来你从未缺席过 每次都很挠头 想离开又舍不得 所以最终还是 始终如一的 还是在中餐厅里 我觉得其实这次挺好的 因为又要去到国外了 因为我本身中餐厅的意义 就在于把我们中国的 不大精神的美食 推广到国外的朋友 所以就想着说这次还是 就是希望来的朋友们 能一起把中国的美食 然后揭晓给我们 这个不大佩思的朋友们 今年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六年来 今年是你第一次 会遇到一个对手 太好了 终于有了改变了 升级了 你的第一个对手就是 赵又婷 我自己说是吧 我自己说是吧 以后你要习惯打来 赵又婷第一次钱财 之前一个想过 会在外进一家中餐馆 好像没怎么想过 这一次其实是 东厂厅第七季 开启了一个一店 双大双店长的模式 可以作为在新国师下面 第一位入驻的店长 嗯 你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我好像 没怎么把自己想 想成是一个店长 因为小明哥经验丰富 所以到时候就都靠他了 我觉得 你觉得黄店长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变死身体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啊 我要杯杯 我是森林之王黄晓明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虽然不算太熟 但私底下还见过 蛮多字面了 你感觉他会有那种 些许的 奉献型 人格 就是 我不重要 就是你们开心最重要 大家开心就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合得来 嗯